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会被这道菜迷倒 这就是最近最火的海鲜凤爪包 凤爪吸收了海鲜的味道 再加上它脱骨的效果,没有人可以抵挡它的魅力 这道菜关键是在于凤爪的制作 如何把它做成虎皮,相信你看完整个视频就知道了 把油温升至180度下入鸡爪 高油温可以让凤爪表皮上的胶原蛋白顺速凝固 这一个时候的鸡皮,它是在一个脱水的状态 等一下炸好回锅以后,它会吸收很多的汤汁 炸到鸡爪开始浮于油面,就可以出锅 再把它放入高油锅里面,下入香叶八角三奶 一点葱和姜,再倒上热水,可以缩短它制作的时间 再给上一些红曲米和老抽进行上色 调味了就直接下一点盐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以后,以上系的时间为算,压它两到三分钟左右 海鲜的搭配因人而异,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下一些名贵的海鲜 我这个是虾,鲍鱼,鱿鱼,还有花甲 花甲的话必不可少,因为我们要借着它的鲜味和鸡爪分享 也可以换成车螺之类的都可以 再准备一些大蒜和鲜的三奶 两三颗的小米辣,要一点点的辣度 这道菜不要再下浆了,因为我们突出的是三奶的味道 好,再顺便说一句,我们南方称之为沙浆 压好的凤爪,它吸收了汤汁,会变得很胖 再把它的指甲去掉 现在来处理海鲜 锅中的水,下午一些米酒,下午鱿鱿鱼和鲍鱼进行一个过水 这两个食材不轻轻的过一边水的话 等一下煮出来的汤汁,它会有浮沫 锅中下午油,下午蒜和三奶进行爆锅 爆香以后,把它们出锅 然后再把油回锅 借着大蒜和三奶的油,把虾煎香 这样子做出来的虾,会比平时煎的更香 虾煎香以后,先出锅 然后把三奶大蒜回锅 再下午花甲 给上一些米酒呛锅 把花甲进行一个简单的翻炒以后 给上适量的水 这时候下午小米辣和剩余全部的食材 下午一些蚝油提先适量的盐糖 再给上一些酱油 从锅边里入,带出酱油的香味 撒上一些胡椒粉蒸香 把它煮一到两分钟以后 让凤爪吸收海鲜的鲜味以后 给上一点点的淀粉水进行勾芡 出锅前再给上少许的老抽上色 还有一些紫酥 紫酥的加入可以提升整锅菜的香味 如果不喜欢紫酥的话,也可以把它换成香菜 这道菜是最近最流行的一道包菜,希望大家会喜欢 凤爪在吸收海鲜的味道以后会比海鲜更好吃 凤爪的口感就不言而异了 满满的胶原蛋白 喜欢的,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